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说前面呢我们一直在探讨 说这个抵押权究竟能不能够实现等等问题 那现在如果正巴结的 说咱们真正要去实现这个抵押权了 那我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那在这里如果说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是发生了我们当时人约定的 实现抵押权的情形的时候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的抵押权人可以和抵押人协议 以抵押财产折价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房子 我呢现在探讨一下 说120万说折给你可不可以 那这个就是直接我们去对它进行一个折价 这个是一种方法 那除了折价之外 我们呢还可以比如说你找一个拍卖的公司 找一个拍卖的中介机构 把这个抵押财产进行拍卖变卖 我们呢就所得的价款来优先售长 这个呢也是可以的 好那在这里边如果说呢抵押财产折价 或者是拍卖变卖以后 如果说呢所得的价款 超过我们债权的数额部分 那这个钱呢应该是归抵押人所有 好那如果不足呢 不足的话冤有头债有主 由债务人对不足的部分来进行清偿 好这个呢是关于抵押权实现的问题 好接下来再看一个 说考试的时候特别喜欢考到的点 就是如果说现在同一个财产之上 我们呢向两个以上的抵押权人进行了一个抵押 也就是同一个财产之上 我现在有大于等于两个抵押权并存 那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说呢咱们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 应该如何来进行清偿 它们熟先熟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边呢我们把握住一个总的原则 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抵押权已经登记的话 那我绝对是优先于没有登记的来进行收藏 好那紧接着有同学就问 如果大家都登记呢 大家如果都已经登记的话 那这时候好办 因为你登记的时候会有一个时间 我们就按照登记的时间的先后顺序 来确定我们的清偿顺序 就如果大家都登记 你在登记的时候肯定是记载了登记时间的 我们呢就按照先来后到 谁的登记时间在先 谁就优先收藏 好那如果说呢大家都没有登记 那既然大家都没有登记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按照债权比例来清偿了 这块就没有办法去比这个先来后到 我们这时候呢就不看先来后到了 就是按照大家的一个债权比例 我们呢按比例来进行清偿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超级优先抵押权的问题 那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呢 也是我们明发点全新引入的一个抵押权的制度 那因此呢其实最近几年 命题老师呢还是比较爱考的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超级优先抵押权 它指的是说首先呢对于动产抵押担保 那在这里边我们所担保的这个主债权 它呢首先第一必须是我们抵押物的一个价款 第二呢就是我们是在标的物交付后的10日之内 我们呢去办理了一个抵押登记 好那在这里边如果说咱们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首先第一我担保的一定是我们抵押物的一个价款 那这个主债权必须是购买价款的债权 第二个呢就是我敢在交付后的10日之内去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 那在这时候我们这个抵押权人呢 它是优先于抵押物买售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来进行授长 那换句话说我们呢就是一个超级优先的抵押权 但是呢留置权人除外 好为什么是留置权人除外 将来呢我们学了留置权之后你就知道了 这个呢你先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的重点呢就放在说究竟什么是超级优先抵押权 或者说呢我们的立法者为什么在民法典的时候 就引入了这样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的概念 那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配合了两个相关的司法解释 那这个司法解释呢其实从考试角度来看 如果说命题老师要考到 他呢更多的会以案例化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那接下来呢我就结合着这个司法解释 给大家呢去举两个小案例 那这个小案例呢也有助于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什么叫做超级优先抵押权 好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案例 这第一个案例呢首先仍然是我们的甲同学 甲同学呢是一个小作坊 比如说又开了一个薯片的加工厂 那在这里边的甲就是因为融资困难 所以说这块呢首先就向银行呢去申请一个动产浮动抵押 那既然是动产浮动抵押 甲呢肯定就把自己现有的即将有的 我全部的生产设备我的原材料 半成品和产品通通的抵押给了我们的银行 和银行呢签订了动产浮动抵押的合同 而且一般来讲银行办事呢非常的老练 所以说呢我们的动产浮动抵押也已经进行了登记 好那紧接着这个从银行融到钱之后 我们的甲同学呢马上就想着要去扩大再生产了 好那这时候呢他就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这个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 那这时候呢可能慢慢的这个产品的销路就上来了 那这时候呢甲就有一个需求 说他呢可能想去买一个小货车 用这个小货车呢经常去各个这个小卖部去送货 那这时候呢能够有助于他薯片的销售 所以这个时候呢甲就跑到了一个塞斯店 想呢去买这个小货车 但是在这里边呢由于说甲前期从银行借来的钱 都用于了生产设备的一个更新迭代 所以这时候呢又缺钱了 又缺钱了呢这个时候他就和塞斯店商量 说我能不能够呢来进行一个分期付款 好那这时候呢塞斯店因为是卖小货车的嘛 其实呢塞斯店是同意的 但是呢塞斯店就提出一个要求 说现在呢甲必须要在这个小货车上 给塞斯店设立一个抵押权 好为什么我们呢简单的来聊一聊 说在这里甲和塞斯店肯定呢会先签订一个 关于小货车的买卖合同 那这时候呢我们仅仅是成立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那双方为了履行这个合同 那这时候塞斯店是不是就会向我们甲同学来交付标币物 那甲同学呢向塞斯店来支付合同的购买价款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 说呢由于我们这个甲同学是未来分期付款 他可能呢是未来比如说在36个月之内 我呢是分成36期 也就是在未来的三年 每个月付一次钱 但是呢这个塞斯店 他呢甲同学不能等到三年以后再提车吧 所以说这时候在合同定力的时候 塞斯店呢可能就把这个小货车已经交付给了甲 那这个小货车它其实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洞产吧 虽然它是一个特殊洞产 但是本质上它是洞产 那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的物权变动 说我们作为买兽人的甲 它是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台小货车的所有权 是不是当塞斯店向甲同学进行交车 我进行一个交付 随着这个交付动作 那这时候塞斯店身上的这个汽车的所有权 就转移到了甲同学这里 那这时候你站在塞斯店的角度来讲 你是不是觉得风险很大 首先一方面 你呢站在一个收款的角度来讲 甲同学是在未来36个月 逐步逐步的才把这个合同价款支付给你 但是呢你从货物的角度来讲 随着咱们交付的这个动作的完成 那这时候所有权已经转到甲身上了 所以如果说这时候甲蒸发跑路 那对于塞斯店而言 那这个就是钱没有拿着 然后呢小汽车也没有了 所以说这时候塞斯店出于风险的控制 我呢就要求说为了我们这个甲同学将来 能够及时的每个月支付你的这个 购买价款 我呢就要求甲同学在你新提的这辆小汽车上 给我塞斯店去设立一个抵押权 这个事情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合情合理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实物当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多这种操作 但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4S店他没有想到 甲呢之前给银行已经设立了一个动产浮动抵押 好那你买的这个小货车 属不属于咱们的一个生产设备 那这块是你送货的一个设备啊 所以这块也是属于动产浮动抵押的范围 好那在这里就有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 比如说在两年以后 比如说经过了24个月 这时候甲忽然说还不上钱了 那这时候可能就面临着说不管是银行的钱 还是4S店的钱 他都还不上钱了 资金链断裂 那在这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来实现抵押权了 好那在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台小汽车上有俩抵押权 首先第一个抵押权呢 就是来自于银行的动产浮动抵押 因为动产浮动抵押是所有甲同学的生产设备 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 它通通都属于抵押财产的范围 因此呢甲同学买来的这个送货用的小货车 属不属于我们的抵押财产范围 注意属于是没有问题的 但同时呢在这台小货车上 我们是不是又给4S店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台小货车上 它其实存在着两个抵押权 那如果咱们的立法者没有引入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的话 那你想一下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讲授的一个规则 对于同一个财产之上 如果两个抵押权并存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如果大家都登记的话 因为4S店肯定也是比较老练的 它肯定也会把这个动产抵押权来进行登记 所以说这块我们就不探讨说没有登记的情形 我们就探讨说如果双方当事人都进行了登记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来进行清偿 那你会发现谁登记在先 是不是银行登记在先 因为银行肯定是先签订了一个动产浮动抵押 然后甲同学再去4S店买个车 所以说银行的抵押权登记在先 4S店的抵押权登记在后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这时候我们3S店它的一个售场 其实是裂后于银行的 那这个相对来说 对于4S店公不公平 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公平 好我卖了这个产品出去 没有收招钱 结果现在这个抵押权还要裂后 但是如果说咱们法律上 现在引入了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那你注意一下场景就不一样了 你站在4S店的角度来看 首先我设立的这个抵押权本身 是不是一个价款债权 那没问题啊 因为现在我们甲同学就是欠了4S店 关于这个小货车的一个购买价款 我为了保证将来能够及时的去支付价款 我才设立一个抵押权 因此我担保的就是抵押物的一个购买价款债权 这个条件满足 好那另外一个 只要是我们4S店和甲同学 我在交付之后的10天之内 我去办理了抵押登记 那这个4S店只要你手脚不是特别的懒 你稍微跑得勤快一点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做到 说我在交付标的物之后的10日之内 来办理了抵押登记 那这个时候 我们4S店身上的这个抵押权 它就不是普普通通的抵押权 而是我在这儿要给你介绍的超级优先抵押权 那既然是超级优先抵押权 我能不能够优先于抵押物买售人 也就是甲同学的其他担保物权人 指的是谁 这个银行 那这时候4S店手里面的抵押权 是超级优先抵押权 我优先于谁 优先于银行来收藏 所以说呢 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的制度 将来在对这个小汽车进行拍卖以后 那这时候这个小货车拍卖所得的价款 在售藏顺序上 谁更优先 你注意是4S店更优先 我们银行是更列后的 虽然说呢 4S店它抵押权的登记时间 可能是略微靠后 但是呢 它属于我们这儿谈到的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好 这个呢 就是超级优先抵押权 它的一个作用 那你能够看到 这个是不是就更加公平的去保护了 我们4S店的一个利益 好 这个呢 是超级优先抵押权的第一个使用场景 那这个法条呢 大家下来之后自己去读一读 基本上就是我给你举的这个案例的意思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说超级优先抵押权 在我们司法解释里 还有第二种 说能够去应用的场景 那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 说仍然呢 是这个贾同学 那这个贾同学呢 现在可能呢 就是已经欠了一些债权人的钱 那这时候就是单纯的欠债权人的钱 然后呢 这时候贾同学又是想去4S店 然后呢 去买一个小货车用来送货 那在这时候呢 4S店仍然是说 你提出了36个月的一个分期付款 那这时候4S店呢 要求你 向我们4S店 就你所购得的这个小汽车 然后反手呢 向4S店来设立一个抵押权 贾同学呢 表示同意 结果呢 可能当天 我们这贾同学呢 就把车提走了 好 那贾同学把车提走了 之后呢 你注意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首先 随着贾同学把车提走 我问大家一下 贾同学有没有取得这台汽车的一个所有权 你注意 其实现在的所有权 是不是已经从4S店 转移到了贾的身上 因为对于动产而言 我们的一个物权变动 看的就是交付 因此呢 随着交付 这个汽车的所有权已经归贾了 结果这个贾呢 没有直接回家 他跑去干嘛了呢 他就直接联系了自己 其他的这些债权人 他呢 用现在已经归属于自己名下的这个小汽车 向其他的债权人 去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而且呢 非常绝的是 他们已经进行了登记 好 那这时候可能过上了两三天 这4S店的工作人员 才慢悠悠的找到贾 说哥们 这个咱们俩也去办一个这个抵押登记吧 因为这时候你不是答应我们4S店 说要就你所购得的这个汽车上 给我们来设立一个抵押权吗 贾同学说可以啊 走吧 那这时候呢贾又和4S店去给这个汽车上 为4S店又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现在在贾同学的汽车上有几个抵押权 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他给自己其他的债权人首先设立的 而且完成了登记 然后呢他又给4S店去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好如果说咱们在立法上没有创设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的话 那将来如果说贾同学还不上钱 大家需要去实现抵押权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这台小汽车上 它其实存在着两个抵押权 一个是债权人的 一个是4S店的 而且因为债权人的抵押权登记在先 因此我们债权人是不是优先于4S店 能够进行收藏 这就有点相当于什么 有点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债权人是不是加了一个三 他就是突击赶在贾和4S店去办理抵押登记之前 我先去办了一个抵押登记 我加了一个三 但是呢按照我们之前关于抵押权实现的规则角度来讲 如果所有的债权大家都已经登记的话 我是按照登记的一个先后顺序来进行清偿的 那这时候站在4S店角度来讲 你是不是比较委屈 相对来说我们的4S店就被损害了利益 那在这时候我们呢又有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派上用场了吧 首先第一 你4S店向的这个抵押权你所担保的 是不是我们这个标的物的一个购买价款 你注意它是属于我们这个购买价款的一个价款债权 第二 你是不是能够敢在说和甲交付这个标的物之后的10日之内 你去办理了一个抵押登记 好那如果说这两个条件你都满足 那就相当于是说我们4S店手里边这抵押权 它是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好既然是超级优先抵押权 将来在售长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优先于说登记在先的其他债权人的抵押权 我可以比他们更加优先 所以这时候是不是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我就相当于是怎么样 充分的保护了4S店的一个利益吧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大家呢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这块他强调的就是 满兽人呢我取得动产 但是呢没有付清价款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以这个标的物为他人去设立担保物权 那这时候只要是我们上述的权利人 为了担保价款债权 我们呢事先订立了一个担保合同 并且在该动产交付后的10日之内办理了登记 那这时候你就是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所以呢你能够主张你的权利 优先于买兽人为他人设立担保物权的 那人民法院呢是用你支持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超级优先抵押权的 一个应用的场景 相当于是说的假 就是突击为其他人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那你这种突击设立的抵押权 在我们超级优先抵押权面前 其实是非常弱小的 你的效率呢是比不上我们超级优先抵押权的 好那请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另外呢你再注意一下 如果说这时候我们存在着数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也就是在同一个动产之上 存在着多个价款优先权 那这时候大家都是超级优先 那谁更优先呢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顺序 来确定我们的清长顺序 好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的问题 那其实呢从考试角度来看 我觉得大家还是着重掌握 我们上面这个比较简短的这个表述 因为这个表述呢才是民法典里面的一个表述 它其实就是在向大家呢去宣誓 说究竟什么是超级优先抵押权 你能够把握住两个条件 第一我们所担保的主债权是我们抵押物的一个购买价款的债权 好第二个我敢在交付后的十日之内办理了抵押登记 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就是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当然呢我干不过谁 我干不过刘志权 好这个是唯一的除外 否则的话呢我会优先于其他的担保物权人来优先授长 这个体现的就是超级优先抵押权 那从考试角度来讲 如果说密提老师特别是在综合分析体力 如果说在案情里面引入这样的一些超级优先抵押权 但其实呢只要你能够把它识别出来 你能够知晓它是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你知道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是能够优先授长的 你会去选择相应的选项 我觉得就够了 所以说呢后边的这两个司法解释的内容 其实就是我给你讲的这两个小案例 其实呢你倒不一定非得要把司法解释的这个文字 给它牢牢的背下来 其实你能够去听懂我给你讲的这个案例 在考试的时候你能够去分析它 能够去使用我们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去做相应的题目就可以了 好这个呢是关于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的问题 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抵押权的一个处分的问题 那这个呢它其实指的是说 关于我们的抵押权人 你呢自己是可以去放弃你的抵押权 或者是抵押权的一个顺位 我们抵押权人呢和抵押人 也可以通过协议来变更我们的抵押权顺位 以及呢被担保债权的额度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去进行变更的 但是呢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变化 如果呢未经其他抵押权人的同意 你能不能够损害别人的利益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我们呢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呢 去产生不利的影响 好这点呢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那如果说呢我们的债务人 现在是以自己的一个财产去设定抵押 然后呢我们的抵押权人放弃该抵押权 抵押权的顺位或者是变更抵押权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他的一些担保人 我现在就在抵押权人 丧失优先授偿权的一个范围之内 相应的呢也来免除自己的一个担保责任 但是我们其他的担保人 仍然呢去承诺提供担保的除外 好这个呢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另外我们呢再来看一下 关于抵押人的权利 抵押人的权利呢其实比较简单 首先呢我们抵押权本身 它从这个构成要件上 我们是不需要去转移占有的 所以呢我们的抵押权设立以后 抵押人呢仍然保持着 对于抵押财产的占有 我仍然可以对他进行一个使用和收益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原则上 在抵押期间我们的抵押人呢 是可以对抵押财产来进行处分的 比如说呢对他进行一个转让 或者呢为他人再行设立抵押权 甚至是治权等等 这个呢我们探讨的是 关于抵押人对于抵押财产的 处分权 那在这里不管是他的用意权 还是处分权 我们之前呢都和大家进行过 比较充分的讲解 因此呢大家稍微去注意一下就可以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道说 关于抵押权的一个历年的真题 让大家呢稍微能够去感受一下 说抵押权这块咱们在命题的时候 究竟呢会如何的来进行考察 当然呢我现在给大家举出来的 主要就是一些考试中涉及的单选和多选题 那我们的综合分析题呢是要等到洗题班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进行完整的介绍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2021年的单选 他说呢3月6号 甲呢向以借款10万元 借款呢3个月 以其呢自有的轿车一辆 未以呢设立抵押权 我们双方呢签订了一个抵押合同 好那读到这里 凡是你去做抵押的一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呢你首先要问自己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就是抵押合同 我有没有成立并且生效 第二就是抵押权 我究竟有没有设立 好那在这里边呢我们来看 说咱们的抵押财产是一辆轿车 那它呢是一个动产 已经明确说双方签订了抵押合同 那因此我们的抵押合同原则上 就成立并且生效了 好第二就是作为一个抵押财产 是动产的抵押权 我们随着抵押合同的生效 我们的抵押权呢 其实也已经设立起来了 好那另外就是 等到3月16号的时候 我们呢完成了一个抵押登记 好那在这里 如果说呢经过了抵押登记 那我们的抵押权呢 是可以去对抗善意第三人的 好那紧接着呢双方还约定 说呢我们在抵押期间 甲呢是不能够将这个轿车 去让与他人的 但是你能够明确的看出来 我们这个约定本身有没有登记 这个约定本身是没有登记的 我现在完成的抵押登记 是对这个抵押权的登记 但是双方约定 说甲不能够将轿车让与他人 就是抵押财产不能转让这件事情 命题老师说的很明确 是双方约定 好既然是双方约定 他又没有提到说将这个约定 已经登记的事实 那就应该说明 我们这个双方的约定 仅仅约束的是甲和以双方当事人 你是没有将这个约定进行登记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后看 说等到4月5号的时候 甲呢就向这个轿车卖给了饼 并且完成了交付 那现在呢就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下列呢关于甲饼间买卖合同的效力 以及呢交车物权变动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好那这时候我们双方呢 有过抵押期间 抵押财产不能转让的约定 好但是呢我们没有将这个约定进行登记 那首先第一 甲和饼之间的买卖合同怎么样 成立并且生效 好那第二 原则上来说 如果我们的饼是个很傻很天真的 我不知道你们双方有过这种约定 那这时候从物权的角度来看 随着交付动作的完成 我饼可不可以取得这台交车的所有权 注意可以 这个呢就是原则上 我们的物权呢也是会发生变动的效力的 好那有了这个结论之后 我们呢一起来看 来看A选项 说因为呢甲饼约定 说抵押期间呢 我不能够将交车去让以他人 顾饼呢不能取得交车的所有权 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说甲饼之间的约定 它其实是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就是双方的一个约定而已 那在这里边你能不能够去对抗物权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饼呢他说不能够取得交车的所有权 这个表述其实是错的 只要是我们甲和饼之间 签订了买卖合同 完成了交付 那这时候饼呢是能够拿到这台交车的 所有权的 好那接下来再看RB选项 说4月5号的时候 我们的饼呢受让取得了交车所有权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 因为在4月5号的时候 我们完成了这个交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能够取得交车的所有权的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3月16号 已对交车的抵押权设立 好那既然是一个动产的抵押权 我们是什么时候设立 是我们这个抵押合同生效的时候设立 所以呢其实是3月6号的时候 就已经是设立了 那这个3月16号 只是一个抵押权的登记 所以说这个3月16号 抵押权设立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3月16号是双方给抵押权进行登记的日子 并不是抵押权设立的日子 这个抵押权呢是在3月6号 抵押合同成立并且生效的时候 就已经设立起来了 好那再来看4D选项 说甲饼之间的买卖合同 因为呢违反说抵押期间 甲不得转让这个交车的约定而无效 好我们双方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有没有效 原则上是成立并且生效的 所以说呢他说它无效 肯定也是错误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2B选项 那这道题呢 其实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呢我们有一个司法解释 这司法解释呢教材没有直接的收录 但是呢你会发现 如果你想把这道题做对 其实呢那个司法解释 还是非常有必要去了解一下的 所以说呢我会建议大家 把那个司法解释的内容 你呢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2021年的一个多选题 他说呢5月5号 某个珠宝经销商甲呢 就向以借款5万块钱 借期呢两个月 同时呢以其店内价值6万元的 一个海南之密的珠宝 为已呢去设定了一个抵押权 并于呢同日我们签订了书面的抵押合同 5月10号的时候还办理了抵押登记 好呢读到这里停一停 凡是我们看到涉及抵押的问题 首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抵押合同有没有成立并且生效 那抵押权呢有没有设立起来 首先来看双方呢在5月5号的时候 就是说同日签订了书面的抵押合同 那既然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那这时候抵押合同成立并且生效 好那接下来再看抵押权有没有设立 我们的抵押财产是一个珠宝也就是一个动产 既然它是一个动产那这时候抵押权呢 是自抵押合同成立并且生效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 那这时候呢抵押权是5月5号的时候设立的 5月10号呢双方还对抵押权办理了抵押登记 那这时候你清楚的知道对于动产抵押而言 这个登记只是起到一个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 这个登记并不是使得抵押权设立的作用 好分析清楚这些底层的逻辑之后 我们呢继续往后来看题 说6月5号的时候 饼呢就到假的店铺来选购珠宝 就看中了这个海岚之秘珠宝 并且呢以6万元的价格来购得 好那这时候我们这个饼属于啥 那再你注意一下 那在这里如果说咱们涉及到一个动产抵押的话 那是不是在分析 说动产抵押我们再去转让的时候 我是不是给大家说过 你就记住两点 首先第一点 是不是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一个买售人条款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对于动产抵押 我未经登记 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把握住这两个做题的规则就可以了 那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现在这个饼属不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中 引进支付合理价款 且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售人 注意属于 因为这个假本身它就是珠宝经销商 它就是卖这个的 所以说这个属于正常经营活动 然后我们这个饼呢 也就是正常的来买了一个珠宝 而且呢我已经支付了合理的价格 而且现在呢也已经交付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探讨 我们的这个蚁身上的抵押权 你究竟有没有进行一个登记 我们也不用去理会 说这个饼究竟是不是善意 那这块只要我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 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一个买售人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饼将来 可不可以朝饼来主张行使抵押权 注意不可以 这个呢就是正常经营活动中的 买售人条款的一个应用 好那等到7月5号 因为呢假拒绝去偿还借款 那这时候饼呢就向这个饼主张行使抵押权 被饼拒绝 那现在呢根据民发典的相关的规定 说下列呢关于你的抵押权的设立和效力的说法中 问我们正确的有 好那我们的主意来判断一下 A选项 它说饼呢对海澜之密珠宝的抵押权 于5月10日完成抵押登记时设立 那我们前面分析过了 应该是5月5号抵押合同生效的时候就设立 那这个5月10号这个登记只是起到对抗作用 并不是使得抵押权设立的作用 所以说这个A选项表述错误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RB选项 说鞋呢可以基于物权的追击效力 向饼去主张行使对海澜之密珠宝的抵押权 那我们前面分析过了 由于饼我是正常经营活动中 已经支付合理价款 且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兽人 因此我是不能够去对抗人家的 所以说这个鞋说想要去行使抵押权 肯定是错的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鞋呢对海澜之密珠宝的抵押权不能对抗饼 那这个说法是不是就是完全正确了 好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鞋呢对于海澜之密珠宝的抵押权 于5月5号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那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是完全正确的 好接下来再看E选项 说鞋呢对海澜之密珠宝的抵押权 自5月10日起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好那这块5月10号是双方将动产抵押 进行登记的日子 那如果说呢动产抵押 我们未经登记 我们呢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那既然我进行了一个登记 那这块我可不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注意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CDE三个选项 那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一下 说我们动产抵押经过登记 我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个呢和我正常经营活动中的 买售人条款 它是两个独立的规则 所以说这个里边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 你在去做这种动产抵押的题目的时候 就问自己俩问题 首先第一 我要看一下这是不是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售人条款 因为如果咱们试用这个条款的话 那这时候你是不能够去对抗人家的 不管你的抵押权有没有登记 不管别人是不是善意 这块你都是不能对抗的 因为这是法律的明文规定 好如果说你不构成一个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售人条款的问题 我们才会去探讨和试用 说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所以说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CDE三个选项 好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16年的一个单选题 说甲呢因为急需用钱 就以呢自己价值15000元的相机做抵押 分别呢向乙借款6000元 向饼呢借款4000元 那我们呢甲和乙在1月8号的时候 就签订了相机的抵押合同 双方呢没有办理抵押登记 好那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说1月8号签订了抵押合同 那在这里抵押合同是已经成立并且生效的 好接下来再看抵押权 那这个抵押权其实我们的抵押财产 它是一个相机 它是一个动产 既然是一个动产 其实呢随着抵押合同的一个生效 我们的抵押权就已经设立起来了 那这时候说没有办理抵押登记 它只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好接下来继续后看 说甲和饼呢在1月9号签订了相机的抵押合同 双方呢也没有办理这个抵押登记 好那在这里我们呢就不过多的再去赘述了 首先你能够知道 1月9号签订了抵押合同 所以抵押合同成立并且生效 那对为一个抵押财产是相机的动产而言 我随着抵押合同的生效 抵押权呢已经设立 那这时候没有登记 只是起到一个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 好那后来呢因为甲无力偿还借款 以和饼呢就准备去行使这个抵押权 那在这里边呢我们依法拍卖假的相机 最后拍卖所得的价款是9000块钱 那下列呢关于乙和饼对于相机拍卖所得的分配方案中 问我们正确的是 那这道题其实考察的就是抵押权我在实现的时候 如果说同一个抵押财产之上 我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抵押权 那这时候我们的总原则是 已经登记的优先于没有登记的 如果大家都登记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 如果大家都没有登记按照债权比例来进行清偿 那在我们这道题里边 由于呢我们的乙和饼 其实他们都没有进行登记 因此呢我们是按照债权比例 也就是按照6比4来进行清偿的 那既然说呢拍卖所得的价款是9000块钱 所以这块呢我们乙能够分得5400 我们的饼呢能够分得3600 所以说是按照债权比例6比4来去分配这9000块钱 因此正确答案呢应该是A选项 好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014年的一个单选题 它说呢假企业有一状的价值8000万元的办公大楼 假企业呢就以该大楼做抵押 向我们的银行呢去贷款了5000万元 后来呢我们的假企业因为呢扩大生产经营的需要 我们呢再次以该大楼做抵押 那这时候呢向饼银行贷款了2000万元 我们两个抵押呢均在贷款合同生效的同时 就办理了抵押登记 好那下列呢关于两个抵押权效率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好那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 我们的抵押财产呢其实是一个办公大楼 那它呢是一个不动产 那对于一个不动产 如果说咱们的抵押权要想设立 我是不是必须要一个有效的抵押合同 同时呢加登记 然后这道题呢其实说的很清楚 说呢我们两个抵押呢均在抵押合同生效的时候 就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我们的抵押合同成立并且生效 抵押权呢也都已经设立起来了 但是呢你能够看到 说这两个抵押权我们的都是经过登记的 但是呢登记的时间是有先后的 也就是以银行在先 这时候呢丙银行是在后的 所以说如果将来我们发生这个抵押权实现的时候 是不是以银行的优先受偿的顺序是会优先于丙银行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几个选项 A选项呢他说丙银行的抵押权无效 因为呢先设立的以银行的抵押权具有排他性 好那在这里我们在同一物之上 可不可以并存两个以上的抵押权 注意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物权的排他性指的是说 在同一物上不能有两个不相容的物权来并存 那抵押权和抵押权是可以并存的 所以这个A选项的表述是错误的 好接下来再看2B选项 说两个抵押权的都有效 那这时候以银行和笔银行 对抵押物享有平等的收藏权 那首先两个抵押权有效没有问题 但是以银行和笔银行的抵押权平不平等 注意不平等 我们的以银行是优先于笔银行收藏的 所以说呢2B选项的表述是错的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两个抵押权均有效 但是呢以银行的抵押权优先于笔银行的抵押权 这个说法完全正确吧 好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如果两个抵押权设立之后 该大楼的价值跌到5000元 那这时候丙银行的抵押权无效 那在这里边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我们的抵押权有没有被设立起来 我们的抵押权其实是被设立起来的 只是说呢如果这个大楼将来我拍卖变卖 得到了5000块钱的价款 由于呢以银行的一个收藏的顺位优先于丙银行 因此呢是以银行先来去享受这5000块钱的一个额度 所以说呢在这里边你并不能说 说我们这个饼银行可能将来是拿不到一分钱的 但是你就据此来否认 说我们的抵押权就无效了 我们的抵押权其实是成立并且设立起来的 所以说呢这个4D选项的表述是错误的 好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应该是C选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比较特殊的 叫做最高额抵押 那其实比较特殊的抵押还要一个呢就是动产浮动抵押 这个呢我们在前面讲抵押的一个范围的时候就给大家讲掉了 所以说呢现在再来看一下最高额抵押 从考试角度来看呢最高额抵押的一个考试的力度 应该说呢相对来说会小一些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了解 他说的是呢为了担保债务的旅行 我们债务人或者是第三人对于一定期间内 我们将要连续发生的一个债权提供财产的担保 那在这时候呢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是发生了当时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情形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抵押权人呢有权在最高债权额度限度之内 就该财产来进行一个优先授偿 好那这个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贾和乙两个公司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乙公司可能是个供货商的身份 经常的往假公司来供货 但是呢这个假公司它就负有一个 去支付原材料采购价款的义务 好那在这个里边呢其实你能够发现 由于双方的合作比较紧密 可能呢我会持续不断的 经常去签各种各样的一个原材料采购合同 所以说在这时候为了去担保自己将来 能够及时的支付价款 那这个假公司呢可能就以自己的一个办公楼 向我们这个乙公司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但是这个抵押权设立出来了 但是你会发现我的这个债权 它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随着假公司的 一个日常的生产经营 我是不断的在去采购这个原材料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乙公司想要的这个原材料采购价款的 这个债权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减变动的 就是说随着有一些债权新产生出来 可能呢一两个月以前的债权 我就不断的清偿 所以说在这个抵押里边 它其实呢和我们的动产浮动抵押不一样 动产浮动抵押说的是 我的债权额本身是确定的 只是我的抵押财产处在一个浮动的状态 它是在不断的流动 但是如果是最高额抵押 你发现了我的抵押财产确不确定 抵押财产确定就是这栋办公大楼 但是现在不确定的是谁 不确定的是我们的这个担保的债权额 它是处在一个不停的增减变动的 所以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抵押 好这块你首先来了解清楚什么叫做最高额抵押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简单的规定 首先呢其实我们这块谈到的 对于最高额抵押 我旨在担保的一定是将来连续产生的债权 也就是对于未来要连续产生的债权 我呢才纳入到我们一个抵押担保的范围 但是在这里边如果说呢在最高额抵押 设立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 如果说呢双方你请我愿 我们呢也可以把它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一个债权范围之内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在确定之前 因为这时候你的债权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减变化 那如果是在确定之前我们部分债权转让 那这时候呢最高额抵押的债权呢 我们是不得转让的 但是呢当时另有约定的除外 那换句话说如果对于乙公司想要的这个原材料采购价款的债权 如果你把其中的一部分债权对外转让出去了 原则上来说呢它就不属于我们抵押担保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我们最高额抵押权 那这个抵押权呢它其实是没有去跟着一起转让的 请大家呢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当然这个呢也是说我们的原则性的规定 当时另有约定除外 所以这个呢还是要尊重我们当时双方的一个一死自治 好这个就是最高额抵押 这个呢你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说我们最高额抵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我们抵押全人的这个债权 它呢来确定 好那前面我们说过说动产浮动抵押 其实呢是我们的一个抵押财产是个流动的状态 那我们呢有一定的情形 我们的这个抵押财产才会确定 那在这里边在最高额抵押里面 我们呢是这个债权 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增减变动的状态 因此呢我们有必要去明确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这个债权它呢就能够被确定下来了 好首先第一个 我们约定的债权确定的期间已经借满了 好比如说咱们约定了两年或者是三年 那等到这个期间借满 肯定就可以确定 好第二 如果说没有约定债权的确定期间 或者约定不明确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抵押全人 或者是抵押人 自最高额抵押全设立之日起满两年之后 我们是可以来请求确定债权的 好那第三 我们呢已经明确说新的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 比如说双方的合作破裂了 说以后我不再给你供货了 那这时候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了 那这时候债权呢也可以来确定一下 好那第四呢就是我们抵押全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说现在我们的抵押财产已经被查封扣押了 又或者呢我们的债务人或者是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散 以及呢法律规定的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 这个呢大家稍微的从我们单选或者多选题的角度 简单的去盯防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点如果涉及到的话 它不太可能会以案例化的方式来呈现 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文字型的客观体 你呢稍微去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讲解到这里呢 我稍微带着大家来回顾和梳理一下 我们这一部分内容给大家讲解的其实是关于抵押权的内容 那你能够看到抵押权的内容呢真的是特别特别多 因为抵押呢被称之为叫做担保之王 不管是咱们的考试 还是呢我们内容上的一个介绍 那都是非常详实的 因此呢请大家必须要重点的来关注 好我们首先一上来给大家介绍的 是关于抵押权的概念和特征 简单的做一个了解 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正式介绍的是关于抵押财产的范围 那你能够清楚的区分 我们有哪些财产是可以抵押的 有哪些财产是不能够去抵押的 这个呢是有可能命题老师考察一些文字型的题目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在案例当中有可能呈现的 一个是这个房地一体原则 也就是房随地走 地随房走 是一并纳入到抵押担保的范围 另外呢你清楚的知道 如果说咱们以一个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抵押 在抵押之后它新增了一个建筑物 那这个新增的建筑物是不属于抵押财产范围的 但是呢我在抵押权实现的时候 我可以将其一并处分 但是对所得的价款中归属于新增建筑物的部分 我们是无权优先收藏的 好另外呢还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 什么叫做动产浮动抵押 那这个呢你稍微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本质上动产浮动抵押 它其实就是一个动产抵押 因此呢抵押权的一个设立 包括我们的登记对抗 这些规则呢都是可以在动产浮动抵押上来进行应用的 另外呢你能够知道 说我们动产浮动抵押 我这个抵押财产是什么时候确定 这个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那下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 关于抵押合同和抵押权设立的问题 那你能够发现 其实这个问题虽然很基本 但是呢我们历年真体当中对这个点 还是滋滋不倦的来进行考察 因为它真的非常重要 好首先先来看合同的问题 如果说咱们去定了一个抵押合同 我对它的形式是有要求的 必须是书面 但是呢它可以是单独的一份合同书 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同中的一个抵押条款 这个呢并没有要求说一定是单独的文件 只要是书面形式就可以 好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折押条款 如果说咱们约定了一个折押条款 这时候呢也不会起到一个直接转移所有权的效果 它呢只能够使得我们的抵押权人呢 能够依法就抵押财产来优先收藏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去站在物权的角度 去讲解了一下抵押权设立的问题 我们呢给大家去总结了公式 那对于不动产抵押权 我们除了要求一个有效的抵押合同之外 我们呢必须进行登记 抵押权呢是自登记的时候设立 好如果咱们是动产抵押的话 那这时候我仅仅需要一个有效的抵押合同 就可以设立一个动产抵押权 那这时候登记呢只是起到一个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抵押权的一个效力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抵押担保的范围 有约定的从约定 没有约定的话呢就是法定的五项 主债权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以及实现担保的一个费用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抵押权的效力 它其实呢是给予我们的从物 资息天赋物和代位物的 这个点呢今年在表述上有所调整 你稍微呢从文字的角度去把握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呢抵押期间 抵押财产能不能够去转让的问题 那在这里边的原则上我们是允许的 也就是有约定的从约定 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我们原则上允许 但是我们的抵押权呢是具有一个追及效力的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转让的时候 原则上付有一个及时通知的义务 这个点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动产抵押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规则 首先第一个需要你记住的 就是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收人条款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以动产抵押 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是不能够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 已经支付合理价款且取得我们抵押财产的买收人 那这个呢虽然说司法解释写的很详细 但是这个你凭借着朴素的价值观 你很容易判断出来说你究竟是不是正常经营活动 所以这块呢大家去对司法解释的那种简单的看一看就可以了 好那第二个需要大家特别记住的 是不是也是重点 也就是对于动产抵押 我未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那这个点如何来理解 我们呢也给大家进行了充分的讲解 好接下来第三个是不是也很重要 就是超级优先抵押权的问题 那这些呢都是关于动产抵押的一些特殊的规定 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那最后我们讲解完了抵押权的效率之后 是不是就来到了抵押权的实现 那实现的时候无外乎呢就是就抵押财产进行折价 也可以将其呢拍卖变卖 就所得的价款来进行优先收藏 好那最后呢又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说在一个抵押财产之上 我有两个以上的抵押权 那我们的总的原则呢就是已经登记的抵押权 优先于没有登记的 好如果大家都已经登记 我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顺序 来确定我们的收藏顺序 如果大家都没有登记 那这时候呢我们善照债权比例来进行清偿的 好那你能够发现 其实呢关于抵押权这一块 我涉及到的这些书里的点 应该说呢命题老师还是非常喜欢去考察的 我们呢都不止一次的出过历年真题 因此呢请大家下来之后 一定把关于抵押权这块内容 好好地给他去复习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动产制权的问题 那这个动产制权 其实呢它和抵押权非常非常的类似 但是他们两个人有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如果说咱们想去成立一个动产制权 我需要去转移占友 比如说贾的这个汽车 如果我设立一个抵押权 那这时候贾仍然可以开着他的汽车上下班 但是如果说他以自己的汽车向我们银行这个债权人设立一个动产制权的话 那他是必须要把这个汽车交付给银行的 也就是必须要转移占友 那这时候我们的动产制权呢 是自交付的时候来开始设立 那在这里边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贾的这个汽车 贾呢是所有权源 但是呢我不能够去使用这个汽车 因为我设立了动产制权 我是必须转移占友 我必须交付 所以说贾呢是肯定不能够使用这个汽车的 但是你站在银行的角度 他仅仅是一个制权人和债权人 那他这块去使用这个汽车肯定也不是特别合适 因此呢作为一个制权人 那其实银行呢也只能对这个汽车进行一个妥善的保管 你也是不能够去擅自使用的 那这时候你就发现了 这个汽车被创造出来在这个社会上 但是呢没有物尽其用 没有发挥其使用价值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点 所以说呢这里边就是为什么说 动产制权我们的使用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 就是这个原因 好那我们一起简单的来了解一下 究竟什么叫做动产制权 那这块呢为了去担保债务的一个旅行 我们债务人或者是第三人 将其的动产我们出置给债权人占友 所以说这里边一定是要转移占友 那这时候当我们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是发生当事人约定实现制权的情形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来优先售偿 那在这里边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转移占友 好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下关于质押合同和制权的设立问题 那首先如果想设立一个制权 我们也是要书面的形式去定立一个质押合同 那我们的一个动产制权如果说想设立的话 那这时候呢一定是出置人 我们交付质押财产的时候设立 那换言之如果咱们想设立一个动产制权 我除了一个有效的质押合同之外 我必须要加上一个交付 我呢是必须转移占友的 好另外呢和我们的一个折押条款比较类似 我们这呢也有一个留置条款 它仍然呢强调的是说 如果支权人我们呢在债务旅行期限届满之前 就和出置人去约定 说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的时候 直接转我们质押财产的所有权 那在这时候呢 它就不会发生我们这个转所有权的效力 我们仍然只能就这个质押财产来优先售偿 这个呢你类比一下我们的一个掘押条款 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好去理解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说支权人 我们呢是有权收取支押财产的一个资息 但是呢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仔细想一下 比如说一个老母鸡 现在我已经转移占友 已经放到支权人那里边去了 那这时候老母鸡如果在支权人家里下个蛋 那这时候支权人有没有权利来收取这个资息 他是有权利来收取这个资息的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支权人原则上 你是不能够去擅自使用这个支押财产的 也就是如果在我们支权存续期间之内 您未经出置人的同意 擅自去使用甚至是处分支押财产 给别人造成了损失 我们肯定是要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负有一个妥善保管的义务 也就是支权人我负有妥善保管支押财产的义务 如果说因为保管不善 致使支押财产回损灭失 我们呢也是要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 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擅自转质的问题 那什么叫做擅自转质呢 比如说甲他呢把自己家的一个老母鸡给到了义 我进行了一个治权的一个设立 好那这时候义呢可能也缺钱 他就想向丙去借钱 他想向丙去借钱的时候呢 他也需要去设立一个治权 那这时候呢他就把甲给到他的这个老母鸡 直接抱到了丙的家里去设立了一个治权 这个就叫做转质 那这个转质的话呢 也就是我们治权人在治权存需期间 如果说你未经出治人的同意 你就去转质了 也就是你把老母鸡抱到丙家里 你连知会医生都没有知会我们家医生 也就是未经出治人的同意 你擅自去转质 那这时候如果说造成质押财产回损灭失的 你肯定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好这个呢就是关于擅自转质的问题 这个呢可能有些同学刚开始接触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转质 转质的意思呢就是治权人拿着这个质押财产 又为其他的债权人去设立治权去了 就叫做转质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烧脑和有意思的点 就是如果说这个财产之上 我既设立了抵押权又设立了治权 那这时候在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 如何来进行清偿呢 我们善照登记和交付时间的先后来确定清偿顺序 那在这里就比较尴尬的是说 如果我们的这个动产的抵押权我设立在先 但是我仅仅签订了抵押合同 我没有进行登记 那这个时候其实由于你没有完成登记 因此呢你的清偿顺序是会比较靠后的 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 说这个抵押的话咱看的就是登记 那如果是这个质押 我们看的就是交付 好一起呢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接下来呢来看一道16年的多选题 他说呢假象乙借款10万块钱 假的朋友饼呢 以其价值15万元的一个交车提供了担保 那我们的乙和饼呢就签订了一个抵押合同 但是呢没有去办理抵押登记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说假和乙之间呢 其实是有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的 也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假是一个债务人的身份 乙呢是一个债权人的身份 签订了一个10万元的借款 那这时候假的朋友饼 那这时候呢是以自己的15万元的交车 提供一个担保 他们呢乙和饼之间签订了一个抵押的合同 但是没有办理抵押登记 好那在这里边我们来明确一下 说首先作为呢一个标的物是一个汽车的话 那在这里边 我们的抵押合同是不是双方签订的时候 就成立并且生效了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汽车上的抵押权有没有设立起来 注意如果是以动产来进行抵押 我们这个抵押合同生效的时候 抵押权呢就已经设立起来了 这时候你没有办理登记 只是不能对抗一个善意第三人 好这块底层的逻辑梳理清楚以后 继续往后来勘提 说后面这个饼呢又向丁借款8万元 以这个车呢去设定了一个质押 那这时候饼呢就和丁去签订了质押的合同 并于呢次日向丁交付了这个交车 好那在这里边 我们丁所向的这个质权有没有设立起来 那首先双方签订了质押合同 并且呢也完成了一个交付转移了占有 因此我们这个质权其实呢也是设立起来了 好那接下来呢 因为甲和丁我们的军没有去清偿自己的各自的到期债务 这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纠纷 那下令呢关于本案担保物权设立和效率的说法中 问我们正确的有 好那在这里呢你就会发现 在丙的这个轿车之上 其实呢既有一个我们的抵押权 又有一个质权 但是呢这两者之间 由于咱们的抵押权你是没有进行登记的 因此呢从收藏顺序上 你其实是要列后于我们的质权 因为这个质权已经完成了交付 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来看A选项 他说呢丁优先于 就轿车的变价款收藏 那这个表述就是正确的 也就是一个动产之上 既有抵押权 又有我们的动产质权的话 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是按照登记和交付的时间先后 来确定收藏顺序 那由于我们的这个抵押权 它没有进行登记 因此呢 其实你的收藏是要列后于丁的 因此A选项表述正确 而B选项说 以和丁呢 应该就这个轿车的变价款 按照债权比例收藏 那这块不是按比例的问题 是人家丁更加优先的来收藏的问题 好接下来再看C选项 说丁的智权呢 应该是自比向其交付交车时设立 那这个表述完全正确 动产智权我们确实就是看交付 好接下来再看4D选项 说丁的智权自质押合同签订时设立 那这块呢 不是说质押合同签订就设立 必须要转移占友 是要靠交付的时候才设立 好接下来再看E选项 说以的抵押权 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 那这个表述就完全正确了 因此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ACE三个选项 ног交付快选项 解决 解决